昨天一整天的时间 师父给大家讲了我们院长课和弟子课的择日学 基本的了解了一些择日学的原理 包括我们择日学的一个起源和发展 还有呢就如何找到择日学当中的一些神上 特别是吉的 我昨天讲过 说可以通过天以贵人 贵人的方式呢 可以制化什么呢 凶的日课 包括呢我们也学了天得日月得日岁得日 包括天得河月得河岁得河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是吧 那么整个学习的过程呢 大家呢基本上都是在复习以前的内容 因为大部分的一些内容呢 以前呢都讲过 包括二十八新秀啊 包括二十四节系等等的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择日学这里面它的特点呢 在于什么呢 在于时空观念的一个选择 特别是这个天时 天时也就是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该做一些事 特别是那时候昨天讲的很明确 说一个人 想成就大的事业 光靠努力是不行的 必须要记住什么 天时 也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下 做一些事情 我们才有可能成功 我说的成功呢是大成功啊 包括我们知道 说马云 他做阿里巴巴 做淘宝 做天猫 说成功了 之所以成功是因为 改成了一个好的时代 我们很多人讲说 我也能成功 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马云这样的机会呢 其实有很多大的成功企业家 他借势而行 也就是在特定的时光状态下 大的势 推动着你 你才有可能成 我记得前些年呢 有个互联网资深的一个专家 说过 说在互联网时代 说只要你赶在风口上 什么都能上天 猪都能随上天 是吧 那也没有道理呢 其实通过我们国权意境的智慧 特别是这几篇讲择子 由我们改成道路 真的这个时事很重要 是时事造英雄 特别是大的成功企业家 或者是我们大的领袖 你会发现呢 都是在特定时空下产生的 那我们如果没有这种 时空的能量 我们想做一些大的事情 想成功其实是很难的 但小的事情靠努力 大的事情你光努力是不行的 你毕竟要介入这个时事啊 这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晰 那我们学习择日学 真正应用到生活的场景 就是在对的时间去做事情 什么叫对的时间呢 也就是说我们所学习的天干地支 这四处当中 我们所择日刻的年度月度 日度十处 正好针对我们的命主 有帮助的时间 或者说我们单看年度月度 日度十处 日课当中今天就是几日 那么今天做什么事情就能成功 这都是很直接的 所以对于我们学习择日学来讲 也有一个方向 这里面学习择日学真正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一个好日子 但这个好日子容不容易找 不太容易找 因为我说了 想把握人生的规律 你就要把握天地宇宙的规律 那么时空的规律是核心 如果你掌握时间的规律 也就是我们所择日学 当然择日学它不仅是时间 它也包含了时空的信息 特别是昨天给大家讲 择日学当中我们还要考虑到地理日课 这个以前是不是都没记住过 可是地理日课 地理它能有日课 其实就是在特定的时间 再加上特定的空间方位下 所择出来的才是真正奇的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边是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就是十二掌声 那么天干的十二掌声有讲过 地支三合十二局 也就是三合十二掌声 五行三合十二掌声 这个第一次讲 这个三合十二掌声呢 其实是运用到风水学当中的 但是在择日学当中运用的也很多 特别是我们今天后面会讲 就假取择日当中 我们会用三合十二掌声 去推理一些我们必要的因素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神上 到时候我们进行规避 或者是利用 所以这三合十二掌声是极其重要的 那三合十二掌声强调了 其实说到直白一点 就是以地支起掌声 也就是以五行起掌声 这么讲大家理解吗 那么给大家考一下问题 说三合十二掌声 也就是地支起掌声来讲 比如说我们地支当中 发现了一个害 害某位当中的害 那么害似的地支的这个掌声 如果按三合十二掌声来讲 它应该在哪 来回答一下 我那行回答一下 都写着呢吗 就在害 就在害 因为是三合 它的掌声 也就是害某位三合什么局 木局 木局也就是害某位 我们这三合局都是以什么论 木论 这是地支的三合十二掌声 包括还有松伤五行的概念 到以后跟大家再讲 大家先了解一下 那么不管是害还是某还是位 它的掌声位都在哪 害 都在害 通过害顺推 它没有逆推的概念 都是顺推啊 顺推这个十二弓 也就是把十二掌声排到首掌当中 也就是地支的掌声 也就是五行的掌声 五行就是害某位三合什么局 木局 也就是找木的掌声 木的掌声在哪 从害开始 掌声下来是什么 木玉 棺带 名官 帝旺 那帝旺是什么 帝旺是什么 什么位 毛 为什么是毛呢 因为我们说了三合局 它就是这个五行特性掌声的一种状态 什么状态呢 一个是掌声状态 一个是帝旺状态 还有一个是木顾的状态 对吧 那么我们再用一些数 比如说这位是帝旺 帝旺下面是什么 摔 摔 并 死 木 看木是什么了 位 太某位三合局 最后一次是什么 位 这个位就是什么 木 木库 木库 也就是三合十二局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地支掌声 太某位三合木局 嗨在掌声位上 某在地望位上 位在什么 木库 木库位上 那么原理相通的 那么银五须三合火局 火的掌声在哪 在银 火的地望在哪 火 那火的木库呢 虚 那四有丑三合金局 金的掌声在哪 四 金的地望在哪 有 那么金的木库呢 丑 再丑 是不是就完全合在一起了 剩下一个就是最后的身子尘 三合水鱼 水的掌声在 身 水的地望在 死 水的木库在 臣 是不是都合上了 跟我们以前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合的 你会发现 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所有的知识到最后 我说了一定是万法归一 万法归宗的 那么当然我们学习这些知识啊 最终都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那可能从老师的角度 说的很直接 说我们学习国学 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艺经 学习风水 都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怎么样 越来越美好 那你想让人生变得美好 你必须要找艺经国学 这些相关的知识 这些知识呢 可能以前老百姓啊 对于我们来 这一代人 或我们上代人来讲 接触的少 但实际 在古代 在以前 我说了 五六岁的孩子 上学 私塾 第一件事可能就学什么 艺经周易 等等 择日 小孩择日 无论这孩子 怎么回择日接规 将来则会用 其实这是常识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可能我们这代人 包括我们上一代人 缺失的 就这种文化 这种知识太多了 所以我们呢 要把这一刻给补回来 包括我们将来 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后代 其实都应该把 中国的传统文化 发言光大 因为它是非常严谨的 一套科学的学术体系 不能把它当成 一切里去干 所以这些概念 大家都理解了 是吧 有一些新的知识 那么十二掌声呢 天在十二掌声的原理 也就形成的原理 我们了解了之后 便于我们记忆 也便于我们 更深入的去学习 我们择日学的一些内容 帮我给大家讲解了 六十甲子 那一的五行 还记得吗 记得 那么六十甲子 那一的五行呢 如果背的话 我们就按六十甲子 那一五行这个表去背 但是这个 一共有六十组信息 质量大不大 大 而且他容易怎么样 记错 记错 所以呢 老师呢 师傅呢 昨天给大家讲了 这首掌诀 师掌诀还记着是吧 记着 那我们给大家出几个题 考一下啊 好 甲尘 大家推一下甲尘 看他的五行是什么 甲尘 火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首掌证 推一下数字火 甲乙鼎鼎 五几个星人鬼 昨天讲了 在首掌当中啊 一共要分五个位置 这五个位置的分别是 食指的根部 食指的肩部 还有宗指的肩部 还有无名指的肩部 无名指的根部 宗指的根部 这位置不用了 一共把它分成五个区域 五个区域呢 我们先把五行定义 五行怎么定义呢 金 木 随 火 土 我们呢放一个位置 这位置把它定义成五行 那么甲乙鼎丁 物极更新人鬼呢 就按这一组一组的数 一组是两个 甲乙 鼎丁 物极 更新 人鬼 那我们又看甲尘 所以甲乙第一个 对吧 甲乙找不找到 找到了 从这位置起什么 紫丑 紫丑 银毛 臣 臣 臣除了出来 臣除了在哪 木 随 火 火 它是什么 火 所以甲尘 就是火 我们看 就复登火 那么不管是什么火 最后我们知道 它的五行 因为我们在 责任学当中 用用或风水当中 用用 有大部分的 我们只要知道五行 就可以了 这么讲大家理解了 好 那么来再回一个题 我们一个个说 出案之后 给我们某一个同学 去 去 物言 王立新 算一下了 物言 不要看 物言 在手上能算一下 那些坐着就行 不用站起来 物言 看一下它 不要着急 看它的 纳因五行是什么 物言 所以 好 算一下它是什么 嗯 哎 有点懵了 是吧 紧张了 好 我们其他同学 有个提示 算一下 嗯 物言 不出来 土 土对吧 哎 它的纳因五行 就是土 给你个物言 比如说这个人 是物言 物言年出生的 也就是出什么的呢 出虎的 那么它 天干 也就是你 粘住着这个 纳因五行 你就知道了 它是什么 土 哎 土就可以了 你要知道这个概念 好 那么下面再考一个 人言 来 袁国志回答一下 不要看 人言 我们看是什么 人言 算一下 金 金 对 非常棒 它的五行 纳因五行就是金 好 我们再出一个 人虚 好 来 人虚 算一下 人虚 人虚 我们看是不是水 人虚 大海水 对吧 正确 正确 非常棒 好 我们再出一个 更深 好 这个谁来回答 更深 好 好 天愚回答可以 坐着就没事 算算 表姐算一下 甲乙秉丁 物己更深 子丑 尹卯 尘寺 五位 谁有 是什么 木 对 非常棒 木 都是正确的 家庭学书都没问题了 这国肯定都没问题了 这种事呢 都 都一早背了 好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通过 首掌觉 快速的定位 六十甲子 纳因的五行 便于我们去学习 以后责任学 那些内容 因为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要开 纳因五行的 这个纳因的五行 很重要 也就是六十甲子 纳因五行 昨天老师讲了 说纳因 是天际 所发出的声音 其实说白一点 就是天际之间的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 它是有五行特性的 这种五行特性 在区集的过程当中 也就 避凶之后 区集的过程当中 使用的非常多 特别是我们 一般的用分金 区集 在相手上 用分金去纳这个气 纳这个气 它的能量 天际之间的能量 五行能量是什么 比如说 跟我们的命主去比 包括跟我们坐山去比 去看 它这个能量 适不适合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就是 两种能量的五行 是极其重要的 这昨天讲了 大家都记住了 是吧 现在应该都没问题了 那这些知识呢 其实昨天 都给大家讲解了很多了 我们就不一一的去想了 有一些重点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因为变于我们 更深入的一个记忆啊 天以贵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贵人 在责任学当中的贵人 极其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它可以智化凶神 就是贵人 可以去智化 可以化解 不好的日客 有的时候我们叫调贵人 什么叫调 其实就是寻找 但是这种贵人方式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用日子 实践 可以 比如说用年 用月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年和月的选择怎么样 小 比如说你择一些 不是那么重要的日子 那可能就考虑到当前 我们这个月就要完成 这个月就要做 比如说我们开业呀 搬家呀 入宅呀 等等的 但有一些大的事情 比如说结婚 家庭 可能我们会考虑到 这个月 下个月 甚至明年 能理解吧 那么在日客不及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接触什么力量 调贵人 是贵人的力量 贵人的力量 可以化解日客当中的不及 贵人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贵人 天以贵人 天以贵人 各种贵人 主要的就是天以贵人 因为只有天以贵人 能智化 凶的日客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清晰 那么天以贵人 如何找 他有一个歌词 这个还记着吗 记得 甲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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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则的日赫的四路当中 任何 也就是说 我们所说的地支 只要出现丑和什么 畏 就算是有贵人了 能理解吗 日赫呢 四支 也就是年之 月之 日之 时之 任何一个支 出现丑和畏 都算是有贵人 怎么讲 大家理解吧 那么甲乌 甲乌 牛羊 与起什么 树草 乌乡 丙丁什么 这就是我们贵人的一个口诀 六星缝什么 此时贵人方 也是此时贵人乡 这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就通过这个口诀 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出什么 天以贵人 天以贵人呢 它是可以解栽的 所以它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把它学位 那么讲了天以贵人呢 又讲了一个堆贵和敬贵 堆贵 那么什么是堆贵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讲过 知道天干在命 地之待日 对 什么意思呢 天干在命 命指的就是我们所说这个人 年命 年命 天干呢 是从这个人的天干当中 去找什么呢 在日课当中去找什么呢 找地之 找到了之后就叫什么贵 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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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嘛 就在这个上面嘛 对吧 禁呢是从下面去 上面堆 就这个意思啊 那禁贵怎么找呢 天干在日 天干在日 对 天干在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天干在日 地之在日 其实它概念是一样的 我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呢 就是从天干上 从那个年命的天干上 找到的叫什么贵 堆贵 从年命的地之上 找到的是什么 最禁贵 一个是从地之 找天干 一个是从天干 找地之 但他俩的概念 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 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这贵人很重要啊 所以啊 师父一直强调 就让大家一定要把这掌握 因为不管是堆贵和禁贵啊 它都是能解栽的 在日课当中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找贵人去解 因为它的效率是最大的 自古以来几千年的传承 都是用贵人 我们叫调贵人 去制化日课当中不好的 也就是凶神 凶杀 所以这个概念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 天与贵人必须要掌握 这这里表格 这表格一看就清晰了 这边是我们是主的天干 叫堆贵 堆贵表 这边是什么表 金堆表 其实就是他俩反过来看 唯一区别的就是这上面 是主生年的天干 日课地之 也就是通过生年的天干 找到日课的地之 这个就叫堆贵 那通过日课的天干 找到的世主生年的地之 就叫什么 就叫净贵 其实它是一天一岛的概念 那么效率呢 堆贵的作用要大于什么 净贵 但是实际上它都是贵人 都有这样的作用 都可以制化凶神凶杀 都可以解灾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清晰 因为这些这是重点 我们之后也复习 让大家去回答一下 或者是考试 就是因为重点的知识 我们必须要掌握 你可以说很多东西 都记不住了 但是贵人你要记住 因为择日学 在一定程度上 自古以来几千年 很多风景师 都是用贵人去 吊贵人去解灾的 去解这种日课 不好 因为有的是日课 没办法 你翻到了葱 比如说葱撒行刃的 一些关系 当然了 有一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三杀 后面马上今天就会讲了 不能用贵人完全解 除了真三杀以外 全解 这么讲 大家理解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葱 杀 行刃 回头共杀 这五大要素当中 除了真三杀以外 剩下的都可以用贵人解 葱都可以解 能理解吗 当然我们没条件 才选错误 如果有条件的时候 会不会选跟自己相终的日课 不会 人家脑子肯定不太好 但是实在是没条件了 说这个日子 像昨天师傅讲的 说这个日子可能领导 正好是周日有时间 平时来不了 那么他 必须还请他来 这事不请他来 可能还办不成 那怎么办 我们必须再特定这日子 这日子一看 对我们怎么样 有葱 有葱 那可能时证 我们能不能选 选什么时证呢 比如说我们选个贵人时 搞不搞 那么就按照刚刚老师 师傅讲的这个概念 强调之下 我们找一个时证 这个时证 假如正好是允许的范围 你不能整下半夜 那肯定人家领导不能来嘛 那么在允许的范围 比如说上午或者下午 正好这时证 是贵人时 就可以用贵人这个时证 去调化 当天这个日课的不及 即使是葱 都能解 唯有呢 真三杀不解 就不可解 所以这个概念 那虽然说真三杀不可解 即使是真犯了真三杀了 如果能调到一个贵人 他还会解一大部分胸灾 这么讲理解吧 因为天以贵人怎么样 他是日课当中最急的急审 所以这个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昨天又讲了一个路员 路员是怎么找的 大家还记着吗 是十二掌声当中的什么位 见路 灵官 灵官 当然灵官也叫什么 也叫见路 这个大家还记着吗 这要是写一下吧 昨天好像没有写过这个 灵官位 等于见路 等于路员 记住了 这有这种比较多用 对 因为有些名词 我们以前讲的没那么细啊 我们择日学这里 没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概念 对 等于路员 等于路员 我们择日学当中 一般直接写一个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路员 它其实就是 十二掌声的什么位 灵官 这十二掌声的 我们知道掌声的 关在灵官 找到灵官 灵官这个位置就是什么 就是路员 就是路员 其实就是从天盖 找地支 找出来的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惊喜 好 结果这个 这概念大家理解啊 因为有一些知识 后面我们以前学习的东西 也都是把它灌成地方 所以这个路呢 昨天师傅讲了 说路员 它有没有解灾的作用 有 没有解灾的作用 只有天以贵人 也就贵人能解灾 那么路员呢 当然它有没有帮助呢 有 它肯定还是有帮助 它是会给我们日课助力 给我们日课加力 加分的 对吧 虽然它结果有大灾 但是它能加分 给我们加分的作用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包括路员也好 马员也好 都是给日课加分的作用 当然前提是急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要清晰 那么昨天 讲路的时候讲了 说哪几个位置没有路呢 这里面呢 我们叫奎刚 陈虚位奎刚 那么这里面 我们讲的很直接 说陈虚丑位 这四个叫酷 对吧 在地支 也就天干爪 地支的十二掌声 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陈虚丑位 这四个字啊 都没有什么位 灵官位 对吧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建立位 它所有的灵官 都没有在陈虚丑位上 所以它就没有什么 没有路员 就推不出来 所以这概念理解啊 所以不是每个 不是某个人 没有 不能 相当不要理解错了 昨天我给大家讲了 我不知道大家 你能理解 说并不是说 属龙 属狗 属牛 属羊 羊的人没有路员 能理解吗 这四个人 有没有呢 这四个人 有没有路员 没有 咋没 也不难 千万不要 积力混了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是路员 这四个位置上 四个地支上 不落 明白吗 并不是说 这四个生乡属乡 就没有路员了 因为路不是通过 这四个找出来了 是通过什么 找出来的 是通过天干找出来的 那么天干的 每个人我们 比如说 城上面有没有天干 有 属又没有天干 有 头又没有天干 位又没有天干 他都有天干 因为我们要找路 不是要找 陈属统位 能理解吗 所以不要记混了 因为昨天 还有一个支持点 也是这块 我特意强调了一下 也就是并不是说 陈属统位 这四个生乡 就没有路员了 明白吗 只是这四个位置 路员不近 这么讲 大家理解了吧 千万不要记混了 说郭老师跟我讲了 讲了什么呢 说属龙的 属狗的 属牛的 属羊的 都没有路 说还没有贵人 昨天讲了 贵人是吧 没有 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 学混了 千万不要学混 因为这里面 最基本的概念 大家要记不记 那么马园 马园呢 就不用强调了 就是一马 怎么找的呢 从三合 第一个字 怎么样 最终的 就是什么 马 这个呢 以前都讲过 我就不要再重复了 因为很简单 包括昨天给大家讲了 岁德日 岁德和 岳德 岳德和 天德和天德和 这几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岁德怎么找 还记得吗 我们回忆一下 岁德怎么找 这上面写了 岁德 我们先找德 后面找和 岁德怎么找 十天干中的五阳干 最深为德 对 还讲了岁德 那岁德呢 在择日学当中 运用其实也很多的 什么是岁德呢 就是五个阳干 以自身为德 五个阴干 怎么样 相和的为德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清晰 那岁德和呢 岁德和 是 岁德相为德 对 他俩正好反过来 还记得吗 岁德和岁德和 正好是一边一倒 什么叫一边一倒呢 当然了 我们都是以阳为德 对吧 也就是阳本身就自身为德 是的 那么所以在岁德日 什么是岁德日呢 那么今天这个日子 正好是跟什么呢 跟我们年度 就年度当中 天干 如果是阳的 是相同的 我们就把它自身 为什么 为德 所以叫岁德 那么如果是 比如说我昨天已经讲了 人 人一年 今天人一年 那么岁德和 人一年 他的岁德日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人 对吧 那么他的岁德和 是什么呢 丁 正好是相反 能理解吗 岁德和呢 就是阴的 早至身 阳的怎么样 早至相反 所以他这个概念 大家理解 当然他有特性 昨天讲过 老师可以强调了 说这里面分内事和外事 一般的往外走的一些事 能量往外散发的 我们都用什么 阳 阳的能量 也就是岁德和岁德和 我们这两个放在一起 找好的事往外走 往外生发的事情 我们就用阳的 那么阴的呢 就是往里头进的事 就只进不出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用阴的 阴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柔的一面 柔的一面就是说 我们加一顶顶 五几个星 十个天干当中 哪几个天干 你定几星鬼 对吧 当然这个要和什么呢 要和我们当年 它是否是岁德 或者是岁德和 不如个不是有没有用 没有 不是 它就不是岁德日 也不是岁德和日了 跟天干没关系 是因为今年 今年比如说是 人也年 对吧 是因为今年人也年的人 我们定义出来的岁德和什么 岁德和 跟别的有没有关系 不是我说讲了 讲了什么呢 说阳世啊 都用阳干 所以那个一般的 往里头来的事 近的事呢 都用阴干 这个是按照 岁德和岁德和的观念 分析出来的 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这么选 能理解吗 这概念千万有清晰啊 那么师父没告诉大家 说加一瓶的零五几几东西 人鬼这十个天干 只要是好的 阳的事情 窝外走的事情 都用阳干 窝里近的事情 都用阴干 不是这个概念 能理解吗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岁德和岁德和的观念 岁德 你眼神了 对了眼神了 有点瘾 是吧 岁德和岁德和呢 它是因为通过岁 岁就是今年 能理解吗 推出来的岁德和岁德和 所以只以今年推出来的论 别的不算 也就是今年是另一年 今年只有仁日和什么日 丁日才被称之为 岁德和什么 那么别的日子 比如假日算不算 一日算不算 那更日算不算 只有什么呢 人和什么 跟他相和的叫丁人和话 这我们知道 只有他俩在今年日子出现的时候 才算岁德日和岁德和日 至于别的阳暗 别的阴暗 不能在这直接去论吉凶 我们的吉凶概念 就岁德和岁德和之所以是吉 是因为又找到了岁 这个概念 所以千万不要搞火 有些重点的东西呢 我再强调一下 那么岁德日 岁德和岁德 查岁德日这上面已经写了 口诀也有了 岁德日怎么查 差点喝响了 那么昨天师父讲得很明确 说技巧也告诉大家了 一共三合菊有几组 四组三合菊 四组三合菊 合出来之后啊 怎么找岁德 怎么找我们所说的岁德贵人呢 就是三合之后 我们看阳干的这个天干 阳干就是它的什么 五行 就变成阳干相同的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阴武序三合什么菊 火菊 在十个天干当中的阳 阳火是什么 所以丙火就是阴武序的什么 越岁德贵人 那么身子成三合什么菊 水云 十个天干什么是阳水 人水 所以人水就是我们所说 身子成的什么 越岁德贵人 只要出现了 出现这个人呢 他是在日课当中出现的 当然了 那时候我今天我不择日 我不择日 什么叫不择日呢 我今天看法字 我看法字当中 有没有越岁德的概念 可以 那也有嘛 那我们刚刚强调的是 岁德也好 越岁德也好 我们天德也好 昨天都讲过嘛 它不管是择日当中用 我说了在风水当中都能用 能理解吗 那么怎么用 比如说我们叫越岁德 越岁德呢 我们叫越岁德贵人 那么风水当中 我们叫越岁德方 方就方向的方 能理解吗 那什么是越岁德方 比如说我们查这个人的命主 尹姆虚 他是什么呢 属马的 属马的它这个越岁德方是哪 丙 丙嘛 一定是丙 那么在整个罗牌 二十四山当中 有没有丙山 有 丙山在哪个方位 南方 南方偏一点 丙五丁 是吧 正南 但是偏一点 偏东一点 它都有种度数的 我们拿罗牌可以去 量一下 那这个丙的位置 它这个方位 南偏一点 往东一点的位置 就是属马的人的什么方 越岁德方 因为这是风水的越运华 那在我们拔字当中 其实一样的 拔字当中 比如说这属马的人 他在地支当中 地支的 在其他的柱当中 也就是属马的人 是年柱 对吧 月柱 日柱 时柱 在天干当中 出现的柄 都算是有什么 都是概念 其实都相通的 这概念是相通的 不是说 岳德贵人 这个当然我们找 严格来讲 在拔字来讲 是以岳去论的 但是我们现在排拔字 排上之后 我们看年月日时 四处我们都要核对 核对有没有 有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有 在以前古法当中 严格的要求 严格的要求是什么呢 比如说 明月 五月 七月 只有在这个月当中 出现的 它才算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那岳德 还有个岳德和 那么岳德指头了 岳德和是不是就指头了 是 怎么找 岳德和怎么找 昨天讲过 回忆一下 不是正是我的 找规律 这概念呢 大家一定有理解 岳德找到了 没问题对吧 也就是引武虚 剑柄为什么 岳德 深死柴 剑人为岳德 太马卫 剑人为岳德 甲为岳德 那么四有丑 剑什么 剑庚基 为岳德 对吧 这几个都出现之后 那么岳德和 是什么呢 就是跟他相和的 那个出来了 就叫岳德和 和嘛 这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那么昨天 也讲了 天德贵人 因为天德贵人 非常重要 还记着吗 记着 那么天德贵人 怎么推的 还记着吗 基本记着了 是因为有一个口诀 对吧 老师说的是 这口诀很重要 还让李老师 带着大家读了三遍 还记着吗 这口诀是什么 大家能记住吗 能不能背下来了 来 背一下 叫什么 这上面有啊 叫《征钉》什么 《征钉》 也叫《征钉》 都一样啊 老师那一般 就是征 征钉 就这么叫 叫《征钉》什么 《二征钉》 《三言四十号》 《五贤六下诈》 《西贵八月朝》 《九九十一》 《紫庆高宗》 能理解吗 通过这个口诀找什么呢 天德贵人 天德这老果有点特殊 为什么有点特殊呢 因为发现有点混杂 什么叫混杂呢 有的找的是天干 有的找的是什么 还是地支 它跟岳德贵家 岳德我们找到的 就是什么 就是天干 那理解吗 岳德贵找的是不是也是天干 都是 那么唯独有天德贵人 找的有的是天干 有的是地支 因为他厉害 因为他厉害了 不在水面 是 什么意思 天德贵人的能量 它确实要优于岳德 天德越岳德 当然找的过程 它虽然是有 这是我们古人留下的口诀 但是它有更深的原理 有推理的原理 但我们推理起来 就太麻烦了 我们暂时先把这个口诀记住 通过说正经二昏宫 三人四心通 五贤六甲上 几毁八万房 九丙十归以子虚头光宗 我们通过他军核对 怎么核对 这里面我们发现有昆 包括说有钱挂 还有迅挂 这里面的挂呢 都是以这个挂位的二四山 最后一位去定的 这么讲 大家就能信息了 昆 魏昆身 三山 那么找谁 找身 找身 那么 更 炒更淫 三山 找什么 来找淫 贤 薛贤汉 三山 找什么 汉 所以这个迅 也是一样的 这概念大家 炒应该找什么 迅应该找什么 四 陈迅四三山 这个四 所以找最后一个字 记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天德贵人找到了 天德贵人是极实重要的 那么刚刚列尔士说了 因为他比较厉害 也是比较急 所以他不太什么 怎么说了 因为他可以 他厉害 所以他随便 所以他不太随便 不太随便 什么意思 他既不在天干当中 他日清 他日清 他也在地质当中找 也就是说天干当中也有 地质当中也有 我们看这个表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 你看天德贵人 我们当然从月份去论证 但是就我们责任学当中 只要出现了我们就算 月份 天德和天德和 正月也就是银月 发现你都出现什么 丁 丁叫天德 人叫什么 天德和 叫正丁什么 二昆公 所以这是概念 那二月 二月就昆 昆我们昆卦当中的身 能理解吗 所以就正丁二昆公 二昆公 就在这儿呢 神就找了 那你会发现 丁是什么 我 天干 丁是什么 地质 地质 那么天干呢 我们讲的是五合 地质是讲的是六合 那么 合呢 只要天干出来了 我们就找跟他五合 天干五合的 就叫天德和 那么地质呢 我会发现什么呢 他的和是地质的六合 找到那个地质的六合 就是他的什么 天德和 所以这个天德和天德和 这概念是不是都清晰了 因为昨天讲过了 就不再去详细通过了 只是我们去再回应一下 因为重点那些知识很重要 昨天讲到地理日客 地理日客时候呢 其实有两个核心点 一个核心点 就是地理日客 在应用范围很重要 它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能用到地理日客的 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呢 搬家 动土 破土 开业 这里面都涉及到房宅 阳宅或者阴宅 或者涉及到方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运用什么日客 地理日客 就是要考虑到方位 就不能光考虑时间 要考虑什么 空间 那么昨天师父讲过 比如说我们搬家 要搬到这个新家 这个新家的坐山很重要 一般所得的日客呀 不能撒山或者冲山 这个是核心的 也是主要的 当然别的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基本上我们最简单 最简单的 就是通过地理日客 去考虑 如果说搬家 我们去坐山 比如说刚刚强调了 说这房子呢 是坐北向南的 比如说紫山五象 紫山五象的时候 如果沙山的话 我们所谓的日客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看看紫 紫山五象 它这个特性 比如说这个日子 可不可以选五日 五日就造成了什么 紫古葱 紫古葱 所以这个概念呢 大家一定要清晰啊 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 大家知道就可以 包括昨天给大家讲 地理日客的一些参考因素 包括说太岁 那地理嘛 其实地 地呢指的就是什么 地气 太岁 地气 我说了地气 这老伙子 最坏的是谁 太岁 不能说坏的 就是他说的算 他是皇帝 就这一年 对于我们来讲 说今年太岁 人一年 年就是什么 太岁 也就是虎年 今年是虎年 虎年是本命年 那么谁说的算 说银年 这个太岁说的算 他说的算 他管事 他管事这一年来讲 他所带领着一帮的兵将 都有注意 包括由太岁 衍生出来的 三沙呀等等的 流年的三沙 包括 岁破 和相沙 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地气 地气是由太岁 衍生出来的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清晰啊 还有九星 九星呢 就不用强调了 因为以前讲的比较多啊 这个昨天讲了 剩下的八卦呀 三沙 这个昨天流年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流年的三沙 如果找 包括流年的紫白九星 还记着吗 比如你举个例子吧 今年 今年正月 紫白九星 流月的紫白九星 是什么之星之月 今年 今年是人 人 今年是什么年 人一年 人一年 年身四汗是什么年 二汗 是二汗 四凤之年 对 四凤之年 什么起正月 二汗 所以今年正月的 流月紫白九星 什么之月 二汗 二汗 正月的二汗 正月 那么正月的五皇在哪 正月的五皇 东北 二三四五 一下就出来了 也就是今年正月 五皇在哪个方位 东北方 东北方 这位是当月 就要怎么样 注意 注意 如果当月 如果有大的触动 或者是动徒也好 或者有大的触动也好 那么今年正月 就会对我们产生伤害 能理解吧 那么除了 刘月的五皇 昨天也讲了 刘月的五虎沙 还记着吗 刘月的五虎沙 先找到月的干支 这么讲 能理解吧 月的干支 我们知道年的干支 是不是就能找到月的干支了 都是用五虎沙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今年五月 也就是我们说 一二三四五的五 也是子五的五 五月 那干支是什么 用五虎沙 怎么顿 怎么顿 我们先熟悉一下 今年什么年 人阴年 丁人合化 合化成什么 木 是吧 丁人合化 木什么生木 水生木 所以今年正月是什么 人阴 从人阴开始数五 数到五 对吧 人阴加一饼临 一几个心的人 对吧 人 鬼 甲 一饼 这位人叫饼 对吧 地支是固定的 不变 天干是在变的 对吧 也就是地支不变 天下变 地支首长 就是十二个地位置 变不变 不变 天下变不变 变 所以今年 今年是人阴年 什么喜正月 人阴年喜正月 对吧 那推到五月 是什么 丙五 所以今年 五月份是丙五月 那么丙五月 通过丙五月 去找刘月的五虎沙 丙五月 他的五虎沙在哪 同样用五虎沙去查 那么丙和什么和 丙心 对 丙和化水 什么生水 金生水 所以正月 就是我们从严开始 也不能说正月了 从银这个位置起什么 起 耕银 对吧 因为是什么生水 金生水 这个位置是耕 因为我们要找 五虎沙 就是天干当中的物极 能理解吗 物和极 耕在这 甲乙丙丁物极 耕 心 人 鬼 甲乙丙丁物极 长不长刀 在哪两个位置 虚和汉 也就是在五月 今年比五月 当下这个月份 他的五虎沙在哪 西北 在西北方 一个是在虚山 一个是在汉山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下这个五月份 现在这个五月份 如果要动土的话 就要考虑到什么 西北方那位 这五虎沙 尽量不要动 如果动的话 就翻到五虎沙了 那么五虎沙 我昨天讲了很直接 说五虎沙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好化解 对吧 虽然他没有五皇兄 但是他难化解 五皇呢 我们可以用六地铜钱 六地铜领等等的去解 但是五虎沙能不能解 不能 好 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那五月要考虑到 虚山害沙 那是不是今年的太岁一方 也要考虑 你要动土肯定要考虑 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 你要不动土 不考虑太岁 明白吧 动土的话 必须要考虑太岁和五虎沙 这两点都要考虑 明白了吧 至于五皇呢 从直接一个角度来讲 一般的动作都不行 五皇不是动土 是动作 能理解吗 来 那小师妹白白写一下 把这两个关键写一下 今天五皇在 在风水当中 我们把白白切过来写一下 一个是动土 一个是动作 今天五月五皇在东边的话 那么 东边也不能动作 也是动土 动土呢 一般是太岁为主 太岁为主 太岁呢 只要不动土 没啥事 动作有没有事 在太岁的动作 是没事的 但是在太岁上动土 行不行 不行 我们叫太岁头上干什么 不能动土 是个观念 太岁头上动土了 对吧 动作的是五皇 因为五皇的气 来着是找笔坏 大家讲写一下这一部分 就包括它的天气和地气的特性 因为有新同学 可能还不太理解 五皇是心气 它是从天而降的 那么天没阳 所以它是凶星 天没阳 所以在五皇下面 要乖乖的 不能在它的这个方位呢 来回动啊 搬东西啊 坐呀 或者是卧呀 都是不行的 那么太岁 它是地气 地气是净的 一般情况下 你只要不去 在这个位置上动工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它是净的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 来回动作呀 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 它的原理 大家都理解了吗 因为太岁啊 预指的就是地气 地气呢 在一定程度上呢 只要你不破土 不破土就什么意思呢 你被给地刨铺了 或者刨墙 这个都算动土了 能理解吗 你说刨墙算不算 也算 只要太岁 你不去动土就没事 那么五皇 这位置是星气 星气是浮动在上面的 它不是光地气 是漂浮着的 能理解吗 这位置 如果五皇在了 五皇动作都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你动作 就会给星气去催动 你催动它 拉出不好 催动它 破坏它是地 破坏地气 破坏它是破坏星气 星气指的就是天气 这个大家 李老师已经讲了 大家这个概念 是不是都理解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因为昨天 这些重点的东西 实际上其实挺大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以前 有的时候 没有完全理解 昨天一天的时间 老师师傅给大家讲的时候 大家必须要理解 这个概念 那么下面 一些新的知识内容了 也就是我们 责任学当中 要了解的十二建筑 还有我们石神 石神 说老师 责任学 怎么也要考虑石神呢 要考虑 而且还是重点的地方 什么是石神 也就是我们所说 四度 我们以前学 四度八字当中 强调了 什么是石神 也就是生我的 克我的 跟我相同的 和同我的 这几种关系 它组合出来的 这元素 什么元素呢 一共是十个元素 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是不是十个元素 这个十个元素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 石神 石神 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石 不是这个石 这个石是在这儿的 对概念 大家有意见 那么对你以前都讲过 因为在讲四度八字 讲命理的时候呢 我们讲的非常详细 因为石神是非常重要的 八字呢 在一大部分 在百分之三十的 断极熊的过程当中 都要看什么呢 看石神 所以这个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 择日学 择日学当中 也要用到这个石神 因为它会考虑到 一些深刻的关系 和能量的忘衰 同时呢 在我们 驾许择日的时候 会考虑到一些特性 这些特性呢 有的是通过石神 掩盖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福星 七星 后面都 天寺 天官 都是通过石神当中 推理出来的 所以这个石神呢 我们必须要理解啊 那么这石神是什么 这上面写的很直接 生我者为什么 父母 那么生我者为父母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正印 和什么 偏印 也就是来生我的 生我的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 印星 这还记着吧 因为我就不详细 再重复太多了 因为以前都讲过 是不是都有这些技术知识 都有都没问题了 也就是正印和偏印 生我的为父母 它分为印星 印星分为正印和偏印 正印上面写的很直接 叫不同印牙子 不同印牙子 叫什么 正印 那童银洋的呢 便宜 那就便宜 就这么直接啊 就很直接 那么我生者为子孙 叫石商 也叫石神和商官加一起 能理解吗 也就是我生的五行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 我指的是什么 在四路八字命理当中 都是以什么呢 日主 还记着吗 日盖 也就是日盖去定义的 这么讲 能理解吗 在责任学当中呢 我们它定义的方式 同样以粘住为主体 这概念大家理解 因为后面我们讲 驾许择习的时候 我们会详细讲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先知道 这个概念就行 我生者为子孙 也就是石神和商官 阴阳不同的为什么 商官 阴阳相同的为什么 石神 这很直接的 我克者为七财 把字当中讲了 我克为什么 七财 这个就正偏财嘛 那么阴阳不同的为什么财 正财 阴阳相同的为什么 偏财 偏财 这个概念 那么克我者为官鬼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官偏官 偏官 偏官我们也叫七杀 那么跟我们阴阳不同的 我们打称之为什么 正官 阴阳相同的 我们称之为什么 七杀 也叫偏官 能理解吗 这是克我的 这概念大家要知道 同我者为兄弟 就跟我相同的 那么同样 阴阳不同的为什么 劫财 阴阳相同的为什么 比肩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里面我们就把石神 是不是都理解了 这个就不用再讲了 是吧 大家是不是以前都有基础 这石神必须要知道 知道之后后面 责任学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运用 所以先把这个概念 大家理解一下 他有点晕呢 晕不晕 没问题吧 没问题就不用再去重复了 好 下面呢我们讲的十二建筑 十二建筑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小黄道 也就是十二建筑 也就是建筑十二神 也就是越建十二神 他是非常直接的 也就是在所有的责任学当中 所有的万年力通书当中 他会标记 标记当天是什么 叫见日还是除日 还是满日 还是平日 那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这以前讲过 我就不再详细重复了 大家还记得吗 回答一下 师父你还是讲 怎么推理出来的 按月份 按月份 按月份怎么推理的 回答一下 按月份 怎么推理的 推理的原理 什么 一个月份开始 一直往后推十二个 一个月往后推 一直推十二个 那么正月 正月 见什么 那某月 见什么 那么陈月 见什么 四月 见什么 明白了吧 月见这个概念能理解吗 来 那我去写什么 这个我看他也是有点愤惑的 愤惑就说明 这个 但是一说就明白了 不说可能就忘了 不是不会 是以前有印象 但是老师一不讲 有点忘了 月见 再说两个字 他这个请教 显示月见 月见 月见指的就是 我们按 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建筑十二神呢 他的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呢 就是 当月 见什么 这个能理解吗 那么正月见什么 二月见什么 三月见 四月见什么 五月见 六月见 七月见 八月见 九月见什么 十月 十一月呢 十二月呢 十二月呢 头 这个能理解了吧 这个我们把它定义 也叫月见 每个月 也就一年有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其实指的 就是十二地支 这么讲能理解了吧 那么地支 正月的地支 就是什么 也 这个月 正月叫什么月 也月 能理解吗 那么正月 正月呢 他如果在我们排 整个这个月当中 正月 我们 他见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 严这个字等于什么 等于 减严 严等于贱 这个贱 大家不要笑 笑什么 不是那个贱 我告诉你 十二地支 晚上找你 也是来什么 那什么意思 十二个地支 十二个月 他每个月 都有我们把它称之为月见 月见呢 当然就是按照我们这 见出十二神当中 排列出来的 那么正月 见的就是他 能理解吗 他就是见 从这个见上往下排 见下来是什么 满 见下来是什么 见满 见大地 是吧 见满 见出满平定 并直 并直 并 收开 一共 这不叫 见出十二神 等于 就十二种元素 也就十二种元素 那么 正月 见银 从银上开始起什么 见 下一个就开始 一个 收下来 见出满平定 直 并 并 收开 那当天 比如说当天的这个天战 我们就不用去考虑了 就考虑地支 地支只要见到银 这个位置 当天这个日住 我们就会万年历上就会写着一个字 什么字 见 完就一个一个的往下排 就顺着往下排 就排出来了 这么讲能理解吗 那么到二月份的时候了 我们就应该见什么了 三月份就见什么了 太沉了 从沉上开始起见 就这个意思 能理解吗 我们这就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十二神 建筑十二神被称之为小黄道 是我们老百姓择吉 日常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择吉之术 也就择吉的方法 这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晰 那么为什么说最常用呢 因为老百姓都是一些民事 民事就是我们农耕的一些事情 老百姓的人民的一些事情 他这些事情呢 都跟我们整个建筑十二神 这个能量厂相匹配的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农业 包括我们农民的生活 整个建筑十二神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 小黄道他记得吗 记得 小黄道 那么什么是大黄道呢 清楼神 对 那个清楼十二神指的就是大黄道 小黄道指的就是这个 我们所说的叫十二灭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十二神 那当然在建筑十二神当中 有没有吉和凶 有 有 有吉和凶 那哪些是吉哪些是凶呢 有凶可以 对 来这人说再白白写一下 叫建满平收黑 除为定之黄 成开皆可用 必破不相当 对 好 这里面其实把它分为吉和凶 就是把它通过黄道和黑道 去体现出来了 但是 吉和凶 对 建满平收黑 除为定之黄 就是把它用黄道和黑道体现出来了 但是实际的吉凶 他还得看你要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 不是说黑道就不能做事了吗 也不是 说黄道吉日 老百姓的观念叫黄道吉日 是因为黄道这个特性 收获吉的方向推动能量 所以有一些吉事 我们一般都选什么 黄道 不好的事 我们可能 可能可以的去选黑道 那也不一定 三人就要给黑道 对 好 建满平收黑 除为定之黄 成开皆可用 必破不相当 成开皆可用 这概念才来聊比起 这以前都讲过是吧 大家是不是都有印象 是啊 有没有这块 他完全不理解 不知道的 他没学过的 这里是都学过是吧 千玉呢 这块学不学过 学过 这以前没太学过 那把这个 直播讲过是吧 直播讲过 对对对 好 这口诀记住啊 这口诀是找什么的呢 找黄道和黑道的 黄道就是吉 黑道就是凶 我们暂时先这样定义 一会我们在十二神的时候 我们会一下一下的去理解啊 也就是说 见日 满日 平日 收日 都是什么 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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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黑道就是凶吗 他分做什么事 就老百姓来讲 要黄道吉日 肯定是好事嘛 对吧 所以黑道对于罗百姓 黄道吉日来讲 肯定是不好 我们一般叫黄道吉日 那除微定值 黄 除微定值 都是什么 黄道 黄道 那么成和开 必要皆可用 指的就是什么 黑道 成开 可用 可用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黄道 必破 这指的是什么 黑道 那黑道 那肯定是黑道了 你看这个词 肯定这成开 就是好嘛 你看感觉好嘛 毕贯 你听这词 就不太好 沈阳就个成开分心 对不心 就来办哪好 对吧 你意思成开就好了呗 新楼 那很好了 好 好 仿价也所以是 估计不是这个成 可能成 成事的成 行 那我仿价也好 你们这联想的 这是联想偏偏 是吗 这是国语学的 联想偏偏 通过这个口诀 找建筑十二神 也就是我们 小黄道当中的 吉和凶日 所谓的吉和凶 就是黄道日就是凶 黑道日就是凶 战事先这样定义 一会后面 我们会想起下 那么来 我说把这一面擦了 把这个 从头把这个碎续写一下 我们一会在手掌当中 排一排背 画了手掌吧 画手掌 往上排 后排 后排擦一下 画手掌 把这十二个元素 都写上 对 画手掌 好 可以 这手掌是啥 越画越 又夸张的 不单单套 能看清楚吗 好好画 因为 有些同学 可能没有技术知识 这块呢 以前明太深入学习 我们先了解一下 在手掌当中呢 这十二件处 其实就在手掌当中 排十二位置都行 在哪位置开始起 都行 没问题的 这其实就是 十二地址的掌角 它的十二个位置 跟十二地址的位置 是不是都是相同的数量 数量相同 我们就可以 按相同的方式去排 对 排出之后呢 它是一圈 其实一圈一圈都往下排 一圈一圈往下排 对 好 写上 从此开始写件吧 随便 对 或者从正月洗件也行 从正月 你也开始洗 这样好意见 就正月论 好 行 对 好 一直开始把十二地址的位置 都写上 建 满平 建徒 满平定 直破 微城 收开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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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 这首是多没多看 对吧 对 建徒满平定 直破 微城 收开闭 对 好 我先写吧 嗯 微 对 这样 嗯 对 唱 手 开 必 行 写上就写 嗯 嗯 好 好 大家看一下 这 这 建筑十二神呢 我们把它放在手掌绝当中 其实就是地址当中 手掌的位置 啊 这个小手指都整个有点大啊 好 这是十指 中指 弥明指 小手指 这小指有点粗啊 就是粗也粗啊 粗 哎 我这个手指都差不多了 基本 就这四个手指头 大部分手指都是数数的 这也能理解吧 数十二地址会数吧 哈哈 哎 老师呢 一般的习惯了 就师父习惯了 一般在文上掐 但实际上 你掐住也是一样啊 都是概念 那从哪个位置呢 从正月开始起见 对吧 正月 也就是从正月 延月开始 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月呢 是正月 比如 比如 现在这个月份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五月份了 是什么月呢 正月 正月呢 见在哪 在这 哎 我们就开始数 见 下一个是什么 除 不是手掌当中好记吗 见 除 满 平 定 直 破 微 成 收 开 壁 哎 正好把这个位置啊 循环了一圈 因为这十二地址的位置 正好放十二组元素嘛 这十二组元素 只是不是十二地址的 变成什么了 变成建筑十二神了 哎 所以同样把它放一圈啊 去去数 数 就一直往下数 一直往下数 就顺着数就行了 那数完了 说建筑满 平 直破 微 成 收 开 壁 壁 下一个什么 又是建了 又是中 下数了 哎 能理解吗 所以这概念 大家一定要清晰啊 这一定要清晰 也就是建筑十二神 它是循环的 循环往下走的 哎 那么这个建筑十二神呢 这里面有吉 有凶 来我们找 颜色的比 颜色怎么调了 是这个标 对 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右侧 右侧的这个歌诀 去定义它是吉和修 吉呢 我们就给它画一个红圈 剑满平收黑 剑能不能画红圈 不能 为什么呢 黑 是黑道 那我们先找下面的好吧 除 除在哪 除 画红圈 诶 除 第二个是什么 灰 灰在哪 灰 在这儿哪 哎 超出了 我下一个是什么 定 定在哪 哎 在这儿 直在哪 好 哎 这几个都是什么 黄道 还有两个 一个是承 一个是开的 跑哪去了 在这儿 哎 承一个 开一个 好 那么我画红圈的位置 在首长当中 推到这个红点 红圈的位置 就是什么 黄道 黄道 那么没块圈呢 就是什么 黑道 那么我给大家 你来试试试一下吧 你先试试一下 整个蓝的 哎 这个就好理解了 啊 我们看啊 剑满 平收黑 我们一个字里面 这儿找啊 先找剑 我还找什么 满 再找平 收放哪去了 这儿呢 哎 好 我还有一个 B和破 对吧 B和破 好 这十二组元素 是不是有六个 红的 有六个蓝的 哎 红的呢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什么 黄道 蓝的就把它定义成什么 黑道 哎 黄道即日 老百姓把它定义成即 黑道呢 凶日 老百姓把它定义成凶 啊 当然了 它每个字都有每个字的特性 一会我们会详细看 这个概念 大家能清晰了吗 能 是不是基本就明白 这个概念的意思了 哎 这概念的意思 在首长当中 推出之后 我们就哪个位置 红的位置 就是黄道 蓝的位置 就是黑道 哎 十二个位置 就十二组元素 十二组元素 有六个级 有六个胸 有六个黄道 有六个黑道 啊 这概念能理解了吗 好 那么每一个代表什么意义 也就是从 建满平生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建处满平定 等等的 它这里代表什么意义 来例子 给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说 它代表的意义 就是它 在择日学当中 它使用的应用场景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建 建日相逢 称吉旺 平价上任 总相宜 建日可为谋事 交牛交马 事事通 二 除 除旧不新 取七七 求官上任 勿全成 开市 已喜 不相宜 聊便坏一 称吉七 三 满 满日为 为事大吉昌 开市婚姻 结一好 栽众造葬不可为 上任求一也不良 四 平 平仪修屋 及求财 遂宜嫁取及出行 但非其妻 且首份 平平冷冷过此期 好 下面把这几个都 再讲一下 五 定 定谋决策及安诚 纵逢吉姓也平常 招惹官非名死气 行事造作 皆不良 六 直 直日罪易修缘强 补贼 补贼 其兄最相宜 不宜搬家于远行 婚嫁祭 可为行 七 破 破日万事 皆为兄 书和不成 谋不救 经商买卖皆不通 婚嫁不可放开凶 八 威 威日称为急促行 经商求能样样行 虽言威威万事好 登山 冒险 恐费心 九 成 成日百事 接合血 取心合将 贵子生 求民求利 皆顺心 官事则已百亿边 十 收 收日婚嫁更无极 出行开市也顺利 诸事可及 去约城 唯有驾照不相宜 十亿开 开日相逢 即市场 婚嫁迁皆相宜 婚嫁迁皆相宜 开日又名生起日 求民求利来增光 十二 毕 毕日养气可造造 不宜动土即经商 求医问补 皆不及 深堆能守最为己 好 这建筑十二神呢 它有特定的含义 这个特定的含义 其实在我们 责任学当中 才是我们真正 要使用的一个方向 这概念大家要惊喜啊 比如说我们 一个个来吧 因为这个相对 还是挺重要的 小黄道玩 挺重要的 我们一个个讲一下 说建日 建日呢 相对呢 就相同 称极 极望 相同呢 还是不错的 那么刑价上任呢 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建日 毕竟是黑道日 能理解吗 一般的我们在 说结婚呢 不太愿意去写这个建日 能理解吗 因为你看 刚刚口语上写的 叫建满平收黑 建字它属于什么道 黑道 黑道 但是它的凶不凶呢 还不是那么凶 它的特性 那么建日呢 谋事是比较容易成的 就什么意思呢 对付谋事啊 就从这个文字上理解 建 建议 比如说领导 我有建议了 可不可以 在建日呢 你提出的建议 你所谋的事情 相对可能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这么说 那能理解吗 而且这里面说 交牛交马事实通呢 就是可以去训练牛马等等的 这个特性是它本身体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 建日呢 毕竟是黑道 虽然说我们 这十二建筑大宗 把它称之为 说极望 但实际上来讲 在架取上 我们不可能选建日的 很少 很少 除非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没办法了 那么建日做什么好呢 说某事 某为 可为某事 或者是训练呢 拓展呢 交一些东西 公司去做一些团建 就这个意思吧 因为从自身来理解 我们就先把它延伸 变于什么呢 变于我们记忆 要不然你记不住 所以这十二建筑 因为十二个元素 相对也挺多的 所以这个建 大家能理解了吧 建日应该干什么事 应该培训 得去 你说这话可以 得去 或者是提点建议 是吧 跟领导呢 跟公司呢 跟老板呢 提点建议 或者你某点事 建日呢 给美意观 我做个点事 上大海旁边开个会 大海开个会 做个点事 某点事是可以的 或者是教牛 小马 训练猫 训练狗 这都可以 我搞个团建 这个都行 但是总体来讲 建日呢 他并不称之为大凶 他的特性 既然把它定义成建 他就有他的一个特性在 那么除日 除日很直接 从字面上理解 那么古人 为什么把他定义成建 把这个建议成除 他所定的文字 有没有作用 有内涵的 也就是所有的文字 除 我们看 除就不新 除就不新 那么取七 这个概念 他都要理解 求官上任 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除日 因为除日 除日 这个就不太好 那么开日 包括开神 我们说的 移习 好不好 因为是除嘛 能理解吗 除 从除上来讲 来讲 最好的事是干什么 看医生 除就除病 能理解吗 也就是疗病 换医 好 换医院 换医生 说除日 今天我掐着一算 今天是除日 这病在这医院 没日好 没日好 想换个医院 都可以 可以 除日呢 去换医生 换医院呢 是最好的 而且除病 从除 就除就不新 把它除掉 能理解吗 这个日子 都可以 就去除的意思 开除 开除也可以 说你看除日 今天除日来了 好 给他开除 可不可以 也因为他毕竟有这种 除就不新的一个特性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但除日这个 娶妻子一般 不会说 嫁娶什么的 用的 那也不用除 那也不用除 只是这么说 这概念 大家一定要听些 你怎么二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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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是吧 但是古人的关系 古人关系是这样的 师傅 他那个除就不新的话 是装修吗 对 可以 这样定义吧 可以把它定义 你布置一下家里面 扫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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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清理 装托修 这都可以 就是 那个 那取西 大火除 大火除 刚才水雨说的 整个 整个 取了什么 以前古代嘛 多嘛 十二婚 取几个都行 对不是吧 除就不新的嘛 就得怎么样 不要了 放什么 不新的 还是给你们秀的 水雨都明白这个事 是吧 不是 那一般的 我们也不能选厨日 不能选厨日 哪有说 结婚 加血 你整个二婚 你不能选厨日 不要选厨日 因为他有 不选厨日 直接给 铲除了 不是 把族的 除了 把新的 给留下了 可以 可以这样理解 满日 满日 满日呢 为事大吉娃 做什么事 还算是可以的 但是他毕竟 满 他也是黑道 这个概念 大家理解 还是 婚嫁节一好 栽纵 遭葬 不可为 满 不可能 去栽纵 遭葬 这是不好的 三日修一也不好 满 就是满了 满了在一个场度上 就不能再给他了 所以这个概念 包括栽纵 造葬 是不行的 不行的 满日呢 一般的不敢去造葬 没有去满日 去造葬 造葬的话 勇于出现葬葬 或等等那些问题 一般的不太敢 三日修一呢 也不太好 因为毕竟满日 满了 满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 就是所有的事情 要不要满 不要满 特别是我们古人的观念 叫宗庸思想 他讲的是什么呢 不能过 万事过度不好 满了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 不太用它 平 修 修才 这是不要不错的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可以的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字 叫平 平能理解吗 平就是一般的意思 明白吗 做什么事 叫平平常常 平平稳稳 平平安安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要理解 它虽然说 我们这上面写的 都是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 使用的时候 平平稳稳的时候 是可以的 你要是想求一些财什么的 用平日一般是不好的 那么求财一般用什么日 所以我们一般可以用开日 对吧 对 修才 这是开日 后面都写了啊 定 定 这个定呢 其实很直接 从字上就理解 定谋啊 决策啊 安床 安定 安床呢 是不是也算定的一种状态 床是一安 就固定了 固定这个意思 中逢即兴 也平常 就相对是还是可以的 定嘛 太稳定了 还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你要想大的发展 用定日行不行 不行 因为它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啊 招惹官非 你死气 形式造作皆不良 不太好 在一定程度上 你官非啊 官非定了好不好 不好 就是官司告你 告你 呱一定了 就定案了 所以呢 太不好了 太不好了 一般的情况下 比如说你定日 你收到一个团票 基本上这个官司 你就要打了 你逃不过去了 因为定了 能理解吗 在一定程度上 比如说官非 这里面叫死气 死气就定 定了就是把它定了 定了就定性了 定性的就是你 招惹官司了 打官司了 这事就定性了 那你想跑 能不能跑了 跑不了了 那在一定程度上 对我们来讲是不齐的 我们叫明死气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定 定的特性 比如说定日 你接到一个法院的传票 基本上这些事情 对你是有伤害的 伤害的 而且这个官司 你想不打 都会打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要知道它的特性 对 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 还是好的 比如说定谋 决策 安床 这是好的 固定的一些事情 还是好的 这概念 大家用清晰就可以 直 比如说直 去抓小偷了 去讨债了 都可以用直 杀人了一面 啥要杀人 就是吓人了 就是去干一些事 执行 所以这概念 大家一性的世界 所以我们一般的 你像说讨债比较多 讨债呢 比如说我去 想去要钱 我找了一个什么日呢 直日去 直日去呢 能找到他 或能要来的概率怎么样 高 就会高 因为他的特性就是这样 那么破日 从自身的来解 破日一般的不太好 破那肯定是不好嘛 说和不成啊 谋不就 一般的都不太愿意 用这个日子 经商买卖接不通 婚嫁呢 亦不可 放开胸 放开胸什么意思呢 破日 当然没有人会选 破日去结婚 假如你的结婚日子 正好是个破日 这个婚可能 到最后很难 最后圆满 能理解吗 放开胸意思就是 这件事情 你不要去 太去 放在膝上 不是放在膝上 就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怎么说呢 就是婚姻这个事情呢 你可能结婚 是挺高兴的事 正常我们是放开嘛 放开就是接受嘛 但是如果是你选择破日 你就要做一下 下一步准备 一刀渣 下一步做准备了 下一步做准备 可能就容易离婚呢 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概念 大家一定要叫做威 威日好 威日你看成为什么星 几夫星 几夫星 其实在进入十二神当中 财星呢 一个是威 一个是开 这两个呢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财星 在进入十二神当中 威呢 我们叫几夫星 叫财星 求财呢 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理解 但是威 你看这个字 威代表什么 危险 危险 风险 所以一些高风险的事 不要做 求财是好事 能理解吗 求财也很有风险 对当然了 求财就投资嘛 投资肯定是有风险 这是你避免不了的 所以他的特性就体现出了 威的特性 成 成日是比较不错的 成日 百事 皆和谐 包括取妻 能生贵子 求名顺利 等等的一些问题 都是非常不错的 收 收日 收呢 他的特性从自身来理解 说收日 婚嫁 够无急 收就收购啊 你买房子啊 等等 这些特性都是他 收的特性 这个是非常急的 出行开市呢 也不错 这个签约什么的也可以啊 唯一种呢 驾照不相宜啊 这概念大家理解一下 驾照什么 对也可以把它称之为装修 等等的 可以驾照 就是一般驾粮 造住 那种 就有这种特性的 好 那么开 开好 开好 那么开日呢 是极长的 包括各种事情啊 都非常不错的 又名生气 老师说了 说在 十二建筑当中有两个财星 一个是什么 威 一个是什么 开 在求财的时候 选威和选开都可以 你不用担心说 实际上是威是不是有危险呢 没事 如果在求财的时候 不是刻意的做高风险的事 比如说 爬山射水 蹦极能不能选威日 不能 蹦还不能 蹦就把绳蹦蛇 没错 太吓人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求财可以选威和开 这两个都非常不错的 这个大家知道 那最后一个就 闭日 闭日呢 养气可造脏 闭呢 就是相当于 河粉与河木 闭上了 闭上有什么特性呢 它能养气 造脏什么都可以 闭呢 就不移动 移动的事情 在闭的日子 是不太合适的 你看这个字 闭就是关闭 这概念大家理解啊 求医什么呢 一般都不太好 所以就 消停点 人家待着吧 待着最好 闭日 没有选闭日搬家的 这个大家理解 那么整个这个建筑十二神的特性 是不是基本都理解了 所以在择日学当中 逢到哪一个日子 说建筑满平静 直迫微诚 收开闭 我们去做什么事 我们基本就有一个方向了 当然了 老百姓把它定义成 黄道和黑道 它有一定的道理的 刚刚我们的口诀一定要记住 说建满平收黑 除微定之黄 承开皆可用 必迫不相当 选急事的时候 一般的尽量用什么 黄道 求财的时候有两个才行 哪两个才行 一个是开日 一个是微日 这就是以日去论的 这概念清晰了吧 所以这也一定要清晰 啊 好